紐約州確診人數突破2萬 佔了全國超過一半 紐約市平時人來人往的街道冷冷清清 市長白思浩形容紐約市是美國疫情的鎮央 他說市內公立醫院的物資只夠用今個禮拜 如果不及時補給口罩和呼吸機等 可能要看著病人失救 衛生部門相信全國疫情會在今個星期惡化 呼籲民眾留在家裡 新墨西哥和華盛頓州先後下令限制民眾外出 至今全美十幾個州相繼發出居家令 影響1億4千多萬人佔全國人口超過四成 但總統特朗普表明 會盡快恢復國家正常運作 被經濟重回正軌 形容經濟低迷造成的損害可能比疫情更加嚴重 同時一改多日說法 沒有再用到中國病毒的字眼 又說新型肺炎大流行不是亞裔美國人的錯 被問到為何突然關注在美國的亞裔人士 特朗普說他們可能曾經遭受不禮貌的言語對待 他不想見到這樣的事發生 有線電視記者盧曉珊報道 95歲確診新型肺炎的克拉拉婆婆 留院兩個幾星期之後 在過去星期六康復出院 醫護人員向她送上祝福 婆婆住在意大利 疫情最嚴重的北部地區 是全國最年長的女康復者 當地新增個案連續兩日減少 星期一新增近4800宗確診 比前一日少大約700宗 新增602人死亡是近四日以來最少 但衛生部門提醒 不能因此掉以輕心要繼續密切監察疫情趨勢 形容開始看到曙光 但未到時候宣布打贏場仗 傳來好消息的還有西班牙 首都馬德里這間臨時醫院 醫護人員為出院的人拍手歡呼 衛生部門說新增確診數字轉趨穩定 星期一再多4500多人染病 和前一日差不多 至於過去幾天 入住深切治療部的嚴重病人比例 由1.5%輕微下跌至1.3% 但當局 根據病毒潛伏期和全國封鎖令的落實時間 推斷當地疫情最快在星期三出現高峰 暫時不敢太樂觀 有線電視記者梁徐山報導 英國首相約翰遜宣布加強防疫措施 下令公眾必須留在家裡 只可以出外購買必須品 做運動、求診等 售賣非必要商品的店鋪要關閉 又禁止公眾場所兩人以上聚集 警方會嚴正執法 違規的人會被罰款 加拿大多倫多和整個安大略省宣布進入緊急狀態 更多設施要關閉 包括民行設施、私立學校、教堂、酒吧和食肆等 外賣除外 措施最少持續到下星期二 省長強調有必要限制超過50人的聚集 亞洲方面 泰國宣布後日起進入緊急狀態 為期一個月 賦予當局更大權力 落實更嚴格措施控制疫情 包括設立檢查站、控制公眾活動 泰國單日新增106人確診 增加到827人染病 累計4死